展的本天吴伯雄的解释 吴伯雄大陆访问团返台 党部大队人马迎接 只是除了掌声和鲜花 等着吴伯雄的还有他说 台湾有去中国化逆流的解释 主要的是讲 大陆的文化大革命 让他们付出很惨重的大奖 台湾假如也有同样的所谓 去中国化 在基本上在文化上 很难成功 而同样引起争议的岛内说 吴伯雄也说 完全没有贬低的意思 用岛内没有贬低矮话的意思 我们常常讲 我们是美丽的宝岛 澄清再澄清 吴伯雄似乎也知道 此趟大陆行发言惹了不少风波 而对外界也相当关心 马总统会不会兼党主席 吴伯雄要大家少安无躁 再等个几天 我跟马总统有个默契 彼此都会大举作响 怎么样对2012年的 争取马先生的连任有力 马总统肩不肩党主席 依旧没答案 而吴伯雄一下飞机没休息 立刻前往荣总 探望正在住院的小副总统 要在第一时间线上关心 三位新闻 众口报道 好 再回到台湾之前 今天稍早的时候 吴伯雄是到南京中山林区夜林 纪念孙中山先生奉安南京八十周年 那么这一趟在中国 吴伯雄说出了岛内说 引发的争议 于是他也搬出了一套说法 来为自己解释 他说民进党部也说 美丽倒妈 那这样子哪有矮化台湾呢 他证明自己并没有矮化台湾 不过昨天他在南京大学 致辞的时候所说 台湾去中国话 这样的逆流是不会成功的 这番话立刻被中国 拿去当统战的工具 这番靠拢中国意识的言论 大陆的中央电视台 就把它当为统战的工具 对吴伯雄的话 大家报道 这段话大家一定记忆犹新 为什么会把台湾变岛内 吴伯雄再度解释 就是不愿意承认是口误 事实上吴伯雄5月31号 在南京大学也一度语出惊人 把台湾多元社会的不同意见 比喻成逆流恐怕又将引发争议 这也让大陆央视拿来做宣传 解解播出 事实上吴伯雄货班南京大学 荣誉法学博士 还是经过大陆政府批准 南京大学学会评定委员会 经过讨论 并报请国务院学会委员会批准 计定授予吴伯雄先生 南京大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会 到中山林叶林为的是 孙中山先生奉安南京80周年 与连战宋楚于当年类似的行程 一样享受大陆高规格待遇 强调中山先生一脉相成 正统的意味相当明显 下令新闻南京做过的 而陆资的公式来看 这大陆面板采购团 带着22亿美元